多謝古Sir 拯救了我澳門的旅程 多謝古Sir 多謝古Sir 拯救我的旅程 多謝你的Smart帖 我才這麼多想認真 為什麼這個時間會有這麼多人呢? 媽咪 現在我們去睡覺了 不如 找個地方休息一下吧 我去睡覺了 老公 我不管你 待會你給我找一輛車 如果待會出門口我沒有車搭回酒店 我不買船票回香港 我乘直升機 還不讓你聽古巨機 沒得聽古巨機這麼慘 先喝一口咖啡降火 古Sir 嘿 古Sir 擁有Smart Travel超能力的古Sir 嘩 突然這麼高音 先喝一口咖啡吧 你什麼都不用說 我什麼都知道 遲光可變 世界可變 媽咪 現在我們去睡覺了 Time Travel? 不是Smart Travel嗎? 這個趙偉客流應用 可以預測到澳門20個熱門景點的人流密度 對呀 大山巴現在相當勇勢 嗯 我們先去另一處 咦 前面有個巴士站 不知道巴士去哪裡呢 哦 那你用巴士部站APP 它可以告訴你路線、站點和後車資訊 有了這個APP 在澳門坐巴士 沒有難度 謝謝古Sir 別客氣 我會隨時為你們提供自省的提示 喂 你那個不是親子頻道嗎 為什麼你不用拍兒子 一早拍了 我總知道澳門有個很適合小朋友的地方 就是這個憤怒鳥遊樂中心 兩隻猴子在裡面彈來彈去 簡直好像遊戲裡面一樣 挺聰明的 懂得用澳門美食地圖 穩定餐廳推介 有美食達人帶路 就可以吃盡澳門的升級美食 不用說 朋友還介紹了我去這間貓凍咖啡店 除了可以吃東西之外 還可以和貓貓一起玩 媽媽,不如問我竟然還有哪裡好玩 鎮鎮鎮 古Sir已經教了媽媽很多有用的提示 包在媽媽身上 我們吃東西 吃什麼 披薩包 披薩包 澳門智慧客流應用 可以預測到澳門主要景點的人流密度 這樣就可以令大家更方便地安排行程 不用跟別人逼